我呢 从小长在国武术家庭 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国武术教练 那我从幼稚园开始就开始练习了 那我的体育生涯大概长达了10年 在高三前就是充满国武术 我没有思考过我可以从事其他什么方向的领域 因为已经训练了好几年了 我不想再从事训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累 那我想要走一个可能当选手以外的发展 不感兴趣的我不想读 那我应该要走什么路我才可以读大学 所以后来我想一想说体育是我擅长的 而且我确实有兴趣 但我就是不从事可能专业运动选手 想想说体育还有什么的其他的发展面向 那体推系带给我什么呢 我觉得我进入体推系之后最大改变是 更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为你在担任每一次的活动过程中 你都会担任不同的角色 可能我今天是组长 我今天是总干事 我今天只是一个组员 那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想法 你需要更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你才有办法跟你的组员啊伙伴打到适当的沟通 那我们才可以有办法好好的举办一场活动 再来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对于有选择障碍的我呢 在这部分也是进步很多 就是因为呢可能有时候你担任组长 那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你不能犹豫不决 你需要赶快做一个决策 然后来交代给你下面的组员去做执行 所以在独立思考能力这部分呢 我觉得自己进步蛮多的 因为举办赛事的机会很多 所以我们在操作经验也会很多 在每一次的活动过程中 总是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意外啊 或是突发状况 那这样子都是一次一次的经验累积 我们更可以知道 下一次在筹办这个赛会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 我们要多准备什么东西 最重要的是规划跟执行的能力 活动前啊我们要规划啊 就是可能一些秩序测啊 或是赛程这些规划 然后到活动当天 你该怎么执行 不管是裁判的判决啊 或是一些竞赛图的规划 执行的能力也是很重要 再来就是针对教学呢 我其实学到很多不同的教学风格跟形态 就是进来大学之后就让我学习到说 原来我除了训练化的教学以外 我可以用很多乐趣化的教学 那在乐趣化的教学 也不只是体能上面肌力上面 我算是可以把乐趣化教学 结合到自己的武术专项 去做一个教学 那很多人会问说 体推系适合什么样特质的人来考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对于运动你一定要有兴趣 因为它是体育推广 所以进来之后其实对于数课的要求也蛮多的 那如果你对于体育运动没有兴趣的话 那你可能在修课过程中你就会觉得有点痛苦 再来是你要愿意与人沟通 因为今天不管是在举办活动啊 或是教课的过程你都需要沟通 举办活动你可能需要跟你的组员 你的组长去做沟通意见的协调 那你在教课过程中你可能需要去告诉你的学员说 哪里有问题啊 或者是说你要跟家长怎么去沟通说 今天针对小朋友状况你要怎么去做修正 那这边跟大家做一下就是相识科系的比较 我们常被问到说体育推广学系 那跟体育系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体育推广学系主要是在策划规划 有这个赛事的举办啊或是活动的主办 体育系它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专业运动指导人才啊 或是运动科学 运动科学就是说我怎么样的运动方式 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率 或是运动选手可以达到最大激励 最好的运动表现 就读体学系未来可以干嘛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成为幼儿体能指导员 那我们透过乐趣化啊游戏化的教学方式 那我们在修课过程中也可以考取证照 再来是高龄者体势能的指导 像刚刚说到的休闲运动工作室 它就是针对高龄者做肌力训练 再来是运动行销 像是很多一些企业啊Google啊 他们都会有一些员工日 那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交由运动行销公司去做一个规划 像我之前有去过可能像是可乐果 他们办的篮球三对三 他们也是交给运动行销公司去规划 报名啊所有赛程规划啊 甚至中间有一些可能篮球的三分球大赛之类的 都是运动行销公司去做一个规划 再来是现在很流行的运动工作室 很多户外运动工作室啊 像是登山啊 或是很多篮球联盟赛像D-Life PBE 现在有很多线上的一些运动平台 像是YY Sport 从小呢一直看父母在这样教学的环境里面成长 那我自己对于教学这方面也产生很大很大的兴趣 我的父母比起专业技术 他们更要求面对事情的态度 就今天你可能在练习上面你遇到挫折 那你应该怎么处理它 而不是逃避 那进了大学之后呢 接触到不一样的教学模式 观察了很多学长姐以及老师的教学过程 发现原来教学有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做教学 这影响到我说不只是用训练的方式可以带给小朋友一些身体活动啊 体能啊肌力上的训练 那透过游戏的方式 也可以让小朋友在快乐的过程中学习到很多 所以我想要成为一个不只是体育的教学者 我希望透过乐趣化运动的过程 那给予小朋友的不只是技术上面的观念 更多的是当你面对问题面对挫折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